这个男人为了找到黄金彻底疯了 净花一万美元从暗网买了桶黄金盲盒 但打开盖子却发现桶里除了泥块就是石头 就在所有人都觉得太阳血本无归时 可万万没想到 仅仅是第一次过筛 寻宝人就发现了一块半英寸大的狗头金 还没来得及尖叫 下一秒静又在图里发现一颗黄豆般大小的金块 光是第一次过筛就有这么多金子 寻宝人简直不敢想象接下来会有多少金系 果然第二次过筛刚开始 寻宝人就接二连三找到好几块大小不一的金子 而随着筛网尺寸越来越小 寻宝人找到的黄金也越来越多 不一会金都快铺满了盆底 为了不错过任何黄金 寻宝人将所有石块分为三个尺寸 接着在清水里加入清洗剂 但第一盆里除了一块十英十外 并没有发现任何金子的踪迹 本以为要翻车了 万万没想到第二盆淘洗刚开始 寻宝人竟又找到了一颗金豆子 这大小完全够给女朋友打个戒指了 而将所有石块清理完后 小伙竟又收获了二十多粒小金块 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 其实这还仅是半桶泥沙逃出的黄金 为了加快淘洗进入 寻宝人花高价买来一台淘金机器 随着水流将沙土带走 下一秒寻宝人都惊呆了 哇靠 卡槽里竟堆满了密密麻麻的金沙 寻宝人嘴都要笑歪了 他立马将所有黄金收集起来 利用磁铁去掉金沙内掺杂的磁性物质 看着璀璨耀眼的金沙铺满盆底 寻宝人的内心却十分忐忑 这些金沙的价值能超过一万美元吗 拿起最大块的黄金放到车上 净足足有7.7克 接着放入小金块 重量瞬间达到45克 最后倒入金沙 看着电子车上的数字不断飙升 寻宝人的心跳直窜180 没想到居然足足有160克 按照现在一克540的金价来算 有观众老爷算出寻宝人是亏还是赚吗